一星期一本书 自我完善 自律有多好 自律的人和不自律的人 眼前的区别就是 精神不同 未来的区别就是 生活不同 自律能让你更精神 能让你更自信 能让你更豁达 能让你的人生更精彩 自律能治愈你的迷茫 你的不安 能改善你的心态 你的生活 如若你不知道何去何从 如若你不知道 你们的感情将走到哪里 如若你不知道 你自己的未来将变得怎样 你先自律吧 改掉自己的坏毛病 改善自己的拖延症 改善自己所有的不足 如若你懒散 那就坚持早起 如若你体胖 那就坚持锻炼 如若你胡思乱想 那就多做事情 自律起来 让自己的人生拥有规则 多一些耐心 多一些斗志 当你真的这么做了 你会发现你的精神面貌 越来越好了 长此以往 也许你害怕失去的人 会害怕失去你 自律的你 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出众 有些时候 你总是小心翼翼 你总是害怕变故 甚至和别人说话 都带着讨好的语气 其实不是你懦弱 而是不自信的表现 太迷茫 太担心 太焦虑 都会让你变得 越来越没底气 自律是让你自信的开始 你哪里薄弱 哪里加强 专注做事 提升自己 利用每一个空闲的时间 做有意义的事 多读一本书 多懂一些道理 多学习知识 便比别人专业很多 当你足够自律 更加专注自己 从不满足现状 懂得提升自己 你就会更有才能 更加踏实 信心百倍 自律的最终目的 不是让你成为人上人 而是让你 拥有更多的动力 爱这个世界 拥抱更多的信念 去攀登更高的人生 一个高度自律的人 从来不因为失去 黯然神伤 一个懂得自律的人 从来不因为诱惑 停滞不前 一个时刻自律的人 从来不因为脾气 失去控制 自律的人 能控制自己的活气 能安排自己的生活 能约束自己的言行 能把控自己的时间 自律最大的意义 让你的生活规律 让你的饮食规律 让你的锻炼规律 让你更加健康 包括身体和心理 自律的人知道 什么事能做 什么事不能做 绝对不会为 无意义的人 浪费自己的时间 自律的人 懂得调整自己 更加热爱生活 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人 对他人 我们不能管束 对自己 我们可以约束 不求别人 怎么带我们 但求 能够严格要求自己 你对自己 有多严厉 你的未来 便有多广阔 自律的人生 会更精彩 自律的你 终将脱颖而出 以上就是今天 要和各位共同分享的内容 感谢你的守候 如果你也喜欢 今天的文章 请在文末 帮我们点个赞看 或转发到朋友圈 让更多的好友 一起分享 今天就这样 晚安